再来迟修带您关注这一集是主管劳工权益的劳动部 经报长官霸凌导致下属亲身的悲剧 现在事件是越演越烈了 劳动部在昨天公布调查结果 但是让网友非常生气 因为劳动部的报告认为 不能够证明职员的亲身跟分署长有直接关系 甚至还说分署长也是目的良善引发全民公愤 对此劳动部长何佩山在今天 在立冤备寻遭到朝野立委的轮番跑轰 他坦诚说目的良善 这样的用词确实是不适当的 甚至落泪道歉 何佩山他也松口他自己会请辞负责 只不过这位谢信分署长持续身影 之后发布一则声明 虽然他对发生憾事表达歉意 但仍然强调跟自己的管理风格跟作为没有关系 情绪溃题 劳动部长何佩山松口愿意为劳动部霸凌轻声案下台 仪式负责 哭着承认前一天说霸凌者谢信分署长目的良善全是错的 连续八个小时朝野立委轮番炮轰 何佩山整个下午边哭边被寻 这个谢一荣现在说精神不好 那那些被霸凌致死的人 他们心情好吗 他们难哭吗 他的行为已经脱离 已经不正常了 脱离现实了 调查报告漏洞百出 劳动部长何佩山给疑问三不知 谢分署长霸凌的对象 很多很多人就是唯独没有这个亲身的这个员工吗 确实是如此 五点多就要进去这怎么以为是啊 他宁愿打假卡 这大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知道 到底他有没有事先约谈我们的谢分署长 我真的不清楚 我只是听说 劳动部长哭着道歉 扛住重重炮火 谢信分署长却始终身影 到了晚间才发出三点声明 谢信分署长表示 对相关指控完全实行接受 坦然承担责任 也诚挚郑重的向同仁们公开道歉 但对发生不幸身故事件 与他本人领导管理风格 行为做法无关 谢信分署长更透过律师发声明 重申他并未针对该名职员 有任何行政监督管理上施压适当的举措 而他也从未有任何直接下令的要求 因此劳动部行政调查报告认定 谢信分署长的管理方式 并非同仁离开的直接原因 没有任何遗漏不当或错误 一番话宛如提优救火 劳动部已经召开考机会 祭出陈处 谢宜荣分署长 祭两大过免职 劳动力发展署参谋荣署长 祭一大过 同时何佩生部长 也决定将其调离主管职 北分署直接督导的副分署长 李彦玲申见两次 秘书室主任刘莉莉小过一次 劳动部爆出霸凌案 谢信分署长把人逼上绝路 却都在一旨道歉声明后 恐怕难让死者家属及社会 平息怒火 这里是杨绿达 刘传媒台报道